桃園捷運綠線車廂細節大曝光 車頭以黑色調為主 車側用綠白色搭配 呈現科技感外觀 並結合四大智慧功能 首創好運到讓座系統 車廂自動偵測孕婦上車 提供貼心服務 這個系統是自動偵測的無人駕駛系統 而且到達最高的第四級 那我們導入了智慧化的 偵測維修節能的系統 可以講是符合工業4.0 以及物聯網時代的捷運系統的要求 那目前是國內最先進的系統 桃園打造自辦第一條捷運線 積極引進最先進捷運系統 上個月由台灣、德國及韓國廠商 合力決標後 桃園市府展現效率 舉辦機電系統統包工程前約典禮 預計10月就能動工 2025年陸續完工 更綠色、更人本、更有效率 也同時會把雙北的捷運系統跟桃園連結 成為一日生活圈 甚至一小時生活圈 桃園綠線捷運全長27.8公里 全線共21座車站 串連桃園火車站及機場捷運外 若加上機場中立延伸線完工 屆時就能構成環狀系統 桃園拼軌道規劃 建構完整交通網 歡迎新聞陳明彥許國豪討論報導 請大家討論進行長69.6公里 前兵彈現場 反而兵彈現場 暴動